歡迎光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您再度收看WTO姐妹會 這個向我廟宇跑了很多啊 台灣人啊 各行各業拜的神都不一樣 對不對 跑船的 拜的是媽祖娘娘 警察拜的是官公 今天請到的專家也很多 我們現在聽聽各國不一樣的 到底是迷信呢 還是用宗教信仰 潘米拉 來 是我國家這個 如果月亮變圓圓的 蛤 你們會長療癢嗎 我教會 想太多了 不是 因為月亮就變圓圓的 我們就會在家裡而已 如果出門的話 會發現怪怪的東西 會有什麼怪東西 有一次 可是這個故事是真的 就是有一個國家 在巴布亞 可是在旁邊一點點水旁邊 月亮就圓圓的嘛 然後他們就想去跳魚 還是去水旁邊這樣子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鱷魚 就是鱷魚就會 就長起來 然後用兩個腳就走進去 你說鱷魚變這樣走路啊 對 妳會不會看到是傘蜥蜴 長得很像鱷魚 這個是真的 這是鱷魚 就水出來 然後這樣子爬上去 然後走上來 然後他們就去了 隔天早上就來看到 一樣是這個腳印是兩個腳 還有它的尾巴的這個 痕跡 對 就是這樣的兩個鱷魚 可是沒有看到這個兩個鱷魚 所以後來就 有一首歌嘛 呃 魚蜴蜥 為什麼樣 為什麼樣 呃 魚蜴蜥 為什麼樣 為什麼樣 這麼老 你都看短歌 對不對 你有沒有買過鱷魚蜥啊 台灣也賣鱷魚蜥 那也是兩隻腳的 還有一個是我 就是月亮比較遠遠的 我爸爸跟我說 你不可以再出門 這個月亮 可是我以前就很疲 我喜歡去跳舞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就去跳舞 就回來看看好 在我的家裡 見面有一個 一個女生穿白色的衣服 然後拉一個女生的 小小 沒有 就是真的是回來 是什麼不知道 可是又拉一個小孩子的手 妳是看到是嗎 看到 對 我就看到 就是在我家裡 一個穿白色衣服的 拉一個女生 拉一個小孩子的手 然後我就上去 可是我已經就喝酒了 我就快睡覺 可是看到就 上去 然後這個人就不見 過了三天 我哥哥的女兒就輸掉 像妳說 那個像我們國家也是有一點更大一樣 上下 他們老人家也是又這樣講說 你晚上有月亮的話 不要再往回家 因為他們說有那個 那個 狼 狼人 對 狼人 狼人 對 他們想說 他被掛到的話 你就變成更大一樣 對 當然 電影都拍得吸到他會變狼 但是有差別很大 因為為什麼 上下跟四七 根本不一樣 像上下的人都是很 鄉下 對 很多毛病就對了 很多 對啊 很多明星 但是在四七的話 有的根本頂都沒有頂過 因為我已經在上 等於我在四七長大 我後來九歲到十二歲 對 我都是 我幫買房子在上下 我都是開始聽這一些故事 對啊 但是真的假的 我不曉得 反正我都不敢出門 可是潘米娜是真的看到 她真的有看到 我們的對月亮來講 當然我們月圓是很漂亮 只是說不能用手指月亮 對 會被割耳朵 對 可是有人說是真的 耳朵會真的割掉 真的喔 誰被割過 不是 狼人會這樣 我們覺得這怎麼可能 這個月是哪一天月圓 我來指試看 你還中間絕對在指吧 你先研究才說 安娜 就是我們那邊是 如果我嫁給南加利亞人 如果 對 如果她跟我死 如果是恰恰的時候 如果恰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穿那個黑色衣服 她死掉了妳要穿黑色衣服 對 要穿 我是媽媽要穿 什麼都都穿黑色衣服 媽子喔 媽子喔 內褲 內衣 我都穿黑色衣服 妳說妳嫁過去 先生死了就要穿黑色衣服 對 每一天穿多久 沒有 要穿一年 穿一年 對 一年啊 我們也是要穿的 但是沒有那麼多 出完病大概就OK了 對 有沒有穿一年 應該頭髮要 要踢光光 要踢光頭 對 什麼都要穿黑色衣服 不能亂穿 光頭一年 台灣是要留鬍子 對 不能剃 如果小孩子的時候 如果小孩子會剪頭髮 不能 一年不能剪 不能剪 要留的 如果好像亂說 不能剪 不能動 一定要一年 一年不能剪 對 那不是劈頭散髮 她媽媽 她媽媽那邊一樣 一樣喔 潘米拉妳跟那個奈吉利亞 也是一樣嗎 普通國家 可是這個衣服就差不多一樣 對 黑色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 還有有一個我們合避 她不小心去穿那個白色衣服 會怎麼樣 嚇到 真的 她變笑了 她說要去拜拜 去那個老公那個什麼 去拜拜 如果沒有拜 如果沒有做好 可能晚上輸家 老公要過來給她查飯 很好啊 很好啊 濕濕 真的老公 她感覺 跟真的人炒飯 她是那個老公過來 對啊 你會起來看的時候沒人 難怪你叫濕濕 好 エヴァ 我們突然有一種看法 一種說法 怎麼看你今天有沒有 是不是好運 是不是很幸運 我們會看武功 對 如果你的耳朵紅紅的 癢癢的 表示今天很倒楣 因為人家在你的背後講你壞話 看五官 耳朵癢 看五官 耳朵癢就是有人在背後說你壞話 對 眼睛的話如果是右邊的 右邊的眼睛是代表眼淚 你今天會很倒楣 你說跳嗎 會跳是不是 不會 如果癢癢的 癢癢的 對 那如果是左邊的話 一定是很好笑的事情 讓你笑出來的事情會發生 喜事啊 喜事 右邊的話就是不好的事情 右邊的是不好的 那如果鼻子的話 鼻子紅紅的癢癢的 要看哪邊 如果是右邊的話 這邊是 愛情 愛情 我要直接從波蘭文翻出來 然後說OK 是代表愛情 你喜歡的人會過來 你會碰到還是他會打電話給你 你的愛情很順利 愛情很順利 對 愛情很順利 有人說是代表炒飯 每一個說話都OK OK 炒飯 可是我一點點不舒服 好耳心喔 如果是中間的話 如果是這邊的話代表生氣 你今天會不順 不一定會很順利 會發脾氣 會發脾氣 會有一些讓你很生氣的事情 會發生 OK 那如果是左邊的話 是 是耶 客人會來 有人會來找你 還是會打電話來找你 反正有人需要你 會來找你 喔 了解 分那麼細喔 還左邊 中間 那殺什麼號的時候怎麼辦 不是都很癢嗎 那捲這個紅 嘴巴呢 嘴巴 人家會想親你 可是他們好像不敢表達 他們會喜歡 是什麼症狀 沒有 嘴巴會出現什麼樣的 嘴巴 不是癢癢的 癢癢的 只要癢癢的 你大概每天都癢吧 現在好癢喔 就是這個五官的代表 各種分而不一樣的事 可是在俄羅斯堆 彼此有別的生活 不曉得右邊 左邊 或是這邊 有一個意思 晚上你喝酒 找你喝酒 對 對 鼻子癢喔 鼻子癢就是一定晚上喝酒 所以如果早上看到 你的老公一直癢癢的鼻子 所以你不要給他出門 老公不殺生 太惨Cristina了 他打開窗戶 弄這個是文字 出來 出來 一個文字還沒出來 一定五個來我們 通靈算命超神準 預言全都變成真 他說 感受氣 這樣子 他說 阿嬤 妳要把他吃 我說 他說 他說 阿嬤 以後 到底預言有多神準 盡量現場驚呼連連 你們這個聖誕節還有什麼禁忌嗎 我們聖誕節 因為我們一陣年最重要的假定節是聖誕節 我們是聖誕節 我們是聖誕節 24號不是25號 24號 24號晚上是全家福一起要吃飯 第一個是一定要吃素的 不能吃肉 而且我們會吃12種菜 不管你喜不喜歡 你一定要試試看 不論一陣年會不興奮 沒有發財的 然後我們要快要做吃飯 也不能隨便做 先是從最老到最年輕的人做 也有損失 做菜 不是 做下來 做下來 倫理 倫理 你們的倫理 對 因為如果你是長輩先坐著 然後你很平 你就是啊 我要做 NO... 表示你會 他們隨便便便都活不到你明年 對 上次說他們燒一個網偶 好好玩 小孩子燒燒 燒網偶 丟在那邊 你回頭 萬一摔一跤 你活不過明年 對 所以我覺得 在你們國家發展殯葬業會很好 你知道嗎 什麼事都活不到明年 好 那個給白雲 叫白雲在那開殯葬業 這樣很可怕 我們家一般小孩子就調皮 一疏忽那小孩子就坐下去了 一屁股坐下來你還得了 對啊 所以他們是長幼有序 我們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小朋友坐直直 啪 我們那一天 我們真的24號非常嚴重 因為看你到家裡面 進去的客人 第一個客人是誰 是男的還是女的 如果是男的是好運 如果是女的是倒霉 哇塞 所以有時候真的 如果你媽媽還是你婆婆 還是一個女生突然進來 平常的人會跟我說你給我滾 你只要你老公先進來 我們講多麼 我們亞洲人的迷信 現在第二波蘭的迷信有多少 對啊 天啊 真的 一大堆的對不對 Christina 我們在保育羅斯有一個是想法 如果你在你出門 然後忘記了東西 你不要回家 因為你有很 你很倒霉 如果回家真的有 如果回家你不要進出門 真的可以壞事情就是 就是happened 所以呢 我在台灣到現在也是小心 如果我忘記了什麼東西 我每次的電話跟老公 啊 忘記了你放 送出來 送出來 對 然後呢 他每次都是 我非常喜歡忘記手機還有錢 所以呢 對… 老公每次的電話他要送給我 送給我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這樣子 我說因為如果我回來 我很倒霉 老公說對倒霉的是我 呃 送東西給我 然後 可是我們有一個辦法 如果你真的沒有人幫你 要自己回來拿東西 你一定要看鏡子 然後在鏡子你要做 對… 給自己玩 就是做不一樣的臉 就是嘿 開心啊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回臉 就是意思是 我回來因為要給你玩 然後可以出門 是我的老公也是很明星 因為他每次給我講 在家裡你看到這個是什麼 小蟲或是蚊子或是蟑螂 或是不要打他們 對 不要打他 不可以 對 他說不可以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了 你知道對 我這個很難看 因為如果看到我好可怕 要引導他出去 對… 老公就是這樣子 喔 喔 你來了 你來了 等一下… 過來… 有愛心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很好啊 是真的 就給他走了 然後晚上蚊子 如果是我我就 就OK了 然後他打開窗戶 然後這個是蚊子 出來 一直推他 可是一個蚊子還沒出來 一個窗戶打開 一個還沒趕出去 進來有吃 對啊 而且蚊子會... 蚊子會講 這家就不殺生了 對,快想救了 快進去 想約 我已經真的 我有的時候瘋了 睡覺的時候 他說不要… 你看你聽到了叫 我都是幫他飛我外面的 所以我的時候真的受不了 跟他… 給他… 給我走我的叫 啊,你要咬我就是咬我 我真的很累耶 要睡覺 因為他真的就是… 好有愛心的人喔 殺生 那你如果殺死他會叫嗎 他會生氣 會生氣喔 他會生氣 那你老公吃給你 真的耶 我真的嫂 我怪就是放在衛生紙 然後別的衛生紙 別的衛生紙 別的衛生紙 然後不要給他看到 哦 了解 你講出來了 電視他會看到 他會… 他會… 剪掉 他們現在還會剪掉 丁蓮來… 我們韓國國家的話 像… 像我們節目一樣 要… 剛剛開始也好 然後做作弥也好 演戲劇啦 節目啦 或者是我要做聲音啦 我們都要拜拜 那除非那些基督徒不拜 其他人都很信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拜的時候 要很多東西都很重要 我們都拜拜的時候 哇塞 豬頭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拜拜都要拿豬來 對 我要等下跟你講 然後就是這個是年糕嘛 就是我們都要這樣做好 然後要拜拜 整個的照片 第二個是我們要… 就是要主要五種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是年糕 那這個年糕是 裡面是肉米做的 上面是紅豆 紅豆是紅的 韓國人是 的時候我們殺紅豆 驅邪 對 驅邪不好的東西 但是就是 就是驅邪的意思啦 然後那個肉米是白白的 所以我就要很乾淨 潔淨又重新開始的意思 然後一定要準備這一條魚 然後上面綁一個線 一把線 一條魚耶 對 一條魚 魚也是像乾邪的意思 就是那個驅邪的意思 那這線是想說 如果今天你開什麼餐廳的話 希望說你的這個客人啊 或者是進錢啊 就是長長久 就一直進來就對了 然後牽進來就對了 對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個 豬頭 然後豬頭 還要曬錢 真的啊 哎呀 白雲好可憐喔 我也 然後呢 因為那個怎麼講 豬這個我們有一個傳統的一種遊戲的 開始是豬先開始的 所以所有的開始豬到是句好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豬一個頭來 拜拜 然後另外一個是豬 是你們是這樣講嗎 豚 對吧 你們這個叫豚 豚 然後韓國也用這個 可是我們也是唸豚 我們是唸豚 豚就是錢的意思 所以豬頭上一定要曬錢給他 這樣的話他以後很順 而且賺很多錢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豬頭 所以拜拜的時候豬頭超重要的 對 我說奇怪 所有拜拜都豬最倒楣 對啊 我們廟裡拜拜是整隻豬 還豬公比賽 拜豬頭對不對 巴哥 我跟你講 我小孩的時候啊 我有個朋友是跟我一樣胖嘟嘟的這樣 但是我就回奶奶家才看得到他 他的臉很大 然後那個皮也是軟軟的 軟軟的就是臉很大 他臉大到怎樣 每一次看到他的人都會笑到 他怎麼臉那麼大 更誇張的是我就 在節目上嗎 真的啊 真的有便宜 然後我們寒假 暑假 晚了就回家 真的大到怎樣 我已經看多 已經看很久了 習慣了 可是 寒假又回來看到又笑到 真的是臉很大 那真的很大了 對 他的外號是豬頭啦 所以我們每天寒假時間去跟他玩 因為他跟著同歲 然後兩個都胖嘟嘟的有沒有 就是很好玩 結果有一天我哥哥啊 就路邊看到那個我們兩個 然後我哥哥跟他講說 你今天怎麼有空出來 亂跑出來玩 那我朋友講說 怎樣 有什麼事嗎 他說 不是那個隔壁的誰在今天有拜拜嗎 你又可以賺錢 怎麼亂跑出來玩啊什麼的 因為他是豬頭啊 可是每一個人都看到他講 你今天沒有拜拜 就好像我們常常拿橘子 要給白雲咬一樣 對 不一樣 我們是咬橘子 他們咬錢就對了 對 我們一定要來 那詩詩 像我們緬甸市就注重就是 說星期六生的話不好 就是父母親會 你生小孩你哪個控制 那禮拜六 猜賽軍具啊 比較迷信啦 就是比較相信啦 雖然沒辦法控制 禮拜六生會怎樣 就是第一胎的話 會就是沒辦法跟父母親在一起 或者是父母親以後會離婚這樣子 所以婦產客禮拜六很閒啊 對 那邊沒有人生嗎 沒有 大部分 因為緬甸市沒有就是幾年幾夜 就是大部分的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比較相信這個東西 對 我還有一個就是招財的小秘方 做生意招財的小秘方 因為我相信就是 每天早上一大早開 就是開店的時候 第一個客人給我的錢 我沒有把它放到抽屜裡面 我都會拿那個錢 會這樣子 用我的飲料啊冰 我就這樣子 整個冰箱開起來 就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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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滿滿滿 對這樣表示 其實整天生意很好 可是真的 如果哪一天我忘了做 就是比較落差有一些 對然後我就這樣一直滿 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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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冰箱頭都上面 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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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可愛喔 開市的客人 對 那以後我們第一個通告的酬勞 我們回到家就 這意思 然後首播第一集的酬勞也 因為我小時候有看到我媽這樣子 後來我又跟著做 就是真的有落差有一些 真的要學 對 而且還有我老公 他很好笑 因為之前他就出去的時候 他說老婆我去上班了 那時候我就在掃地 我說好 他說不到兩分鐘 他又砰進來了 老婆我回來了 想說你不是去公司了嗎 他說對 他說在電梯裡面看到手機 就是14.44 他說不好 我說不會啊 你出去公司而已 怎麼會相信這個東西 出去的時間是14.44 沒有 14.44 2.44 對 2.44 他說這個數字對他不是很好 他又進來的時候 等一下再出去好了 我就覺得他也還滿迷信的 非常迷信 然後我就跟他講 不會啊 四事如意啊 四事平安 我也滿信書的 對啊 您可信啊 我也是信書字啊 你說銀行開戶要用圓的章 對 方的章 沒錯 有圓有方 因為方的是聚財 方的是聚財 那 圓的就是圓融 你要去開拓你的生意的 對 所以這是 而且存責 大家都把存責躺的對不對 存責躺平 那你的財運就躺平 要把存責 所以你要買那個 人家小學文具等等的那一種 要把它一個一個立起來 要把它立起來 你今天真的改變 我真的會習慣 真的 我跟你說 有差我們騙你 真的喔 難怪我的財都進不來 就是 因為你看錢它這樣子嘛 那它進去它就會出來 那你立起來以後 它就整整的都包在裡面 卡住了 我現在還有三本存責 幫我桌上躺著 而且很多人存責上面 都會亂放一些石頭什麼 不行 你最好買那個巧克力金磚 就是它是巧克力 可是它長得很像一塊金磚 把它壓在 弄在那邊當那個檔的那個東西 這樣就覺得好像很有錢 真的 今天上了一課了 來 海妍 像在我那邊雲南呢 有一個雲南西部 有一個阿昌族 他們會覺得 女生經期來 那個出血現象是不正常的 他們會跟恐懼 和那個死亡連接在一起 然後通常他們都會覺得 經期那女生 然後有 有哀盡這個女生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是不潔 那像有一次我們是去玩 聽導遊這樣子講 然後呢 那時候我的朋友就覺得 雲南的女生長得很漂亮 那時候就覺得 欸 娶一個雲南老婆也不錯 那有個好朋友就嘴很賤 就說 欸 你娶雲南老婆 人家擺個桌子在外面收禮金 你們這邊是不是還要再加個桌子 是檢查那個 微禁瓶 然後他說 你們家是不是娶一個什麼領導啊 或手掌的那個小孩 然後安全檢查 做得這樣滴水不漏 開門她老公就 因為她卡毀了吧 我不知道 罵她講說 我是 我知道你今天給她多少錢了 八萬八千 八百八十八塊錢 她真的嚇死了 我們韓國的話 改運也好 港貴也好 安慰一些靈魂啊 這樣辦這樣的事情 超貴的 我們都需要幾百萬韓幣 差不多幾百萬韓幣 你們都差不多十幾萬吧 做法師那些是嗎 對 就像當機嘛 你們講 當機 當機 還像類似那樣 她一直蹦蹦蹦跳跳啊 有啊 你們有 有 有這樣跳的 我帶那個VCR來了 要不要先看一下 我老公覺得很特別 這樣跳是為什麼 她可以跟靈界溝通嗎 對 也是 因為他們的意思是 所以要給神好看一點 一直跳給他看 然後今天神進來了 他覺得很開心 一直跳跳跳一直跳 然後一邊跳一邊講話 然後他剛才一直換衣服啊 那個衣服都是韓服 韓服超貴的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都要我要準備 吃東西 上面擺的東西 今天他今天要穿的所有的衣服 我也都要出錢 所以韓國是真的 你沒有錢了 你今天真的不運 運氣很倒楣 可是你又沒錢的話 也是沒辦法去算 所以沒錢的就一直要倒楣 對啊 然後主要 主要的是 你今天要花那麼多錢去做了 一整天做的 他一整天跳喔 可是也不曉得效果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沒辦法證明 有一個阿姨啊 是我從小就認識那個阿姨 我們的鄰居啦 後來我就留學出來 然後我就結婚 在國外都很少都看到那個阿姨 那有天我就婚娘家的時候 看到那個阿姨來玩啊 那我也很開心啊 可是奇怪這個阿姨晚上都不去家 然後好幾天都睡在我們家 我後來才知道他們聊嘛 後來知道他離婚了 然後再婚 再婚下去的那個家 太迷信了 他覺得太迷信了 因為要拜拜太多東西了 祖先也太多 所以他每一個星期要拜 準備要兩...就是 一個禮拜 兩天 兩次都要拜拜 那我們要拜拜 準備那麼多東西啊 他覺得很累 所以他去找婆婆商養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拜 那麼圓的祖先 我們就拜近一點的 不要...很久都就不要拜 然後他婆婆也答應他 因為那個婆婆也好像聽說 怕他又跑掉了 所以就答應好 結果答應好 要他們這樣處理之後 開始很多人都不拜 很多祖先都沒拜 後來開始他老公變得怪怪的 韓國人講說 這是祖先會罰你們啊 然後他就開始 對他很兇啊 對老婆也很兇啊 反正以前人很善良的啦 就說很怪就對了 然後就我媽媽... 個性上面大轉變 對 我媽媽也是很急著 我媽媽也帶他去算 然後那個人說要改 結果他要跟他要交 好像8888塊錢 可是可能你們聽起來 只是喔 只有那麼貴而已 只是覺得怎麼那麼貴 可是對韓國人來講 這個價錢是很好笑的一個價錢 因為本身這個那麼貴 我們就是證書嘛 300萬就300萬 就是8萬就8萬 怎麼可能連那個 8塊錢也是一樣 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這樣講好 然後他回家 回家一開門他老公就 因為他卡鬼了吧 我不知道 罵他講說 我知道你今天去找誰了 我知道你今天給他多少錢了 8萬8千 888塊錢 他真的嚇死了 他就他要打人了 就跑來我們家的 然後他躲 躲 我們家躲很久了 後來我媽媽一直支持他說 沒關係 我們還是一樣做 後來他還是去做了 花了很多錢 去做了還是好像沒什麼效果 因為我那個結局還是離婚了 Eva 您相信台灣的一些宗教 或者命嗎 算命 來台灣之前我不相信 因為波蘭是天主教國家 我們絕對不能相信 對 妳會很不方便 你們都是天主教 到人家家裡又要拿相拜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幾個月前很好奇 因為大家都是說算命 算命 國年前一定要去算命 我後來人不足 我很好奇 我想說好 然後我就請我朋友 帶我去什麼 行天公 然後我就說不可能 不可能是算命的地方 妳是在行天公裡面 還是那個地下道 裡面的 然後他們就給我說 妳就順便問老天爺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隨便講 妳有沒有拿那個 有 我都是跟這順序 然後籌籤嘛 去解籤 然後我就是隨便講 真的 可是其實在我的腦袋裡面 我又很想問的問題 我跟你講 老天爺給我答案 不是我隨便問過的問題 就是在我的腦袋裡面 我很想問過的問題 我跟你講 行天公是非常非常 震的 我嚇到了 我真的嚇到了 是喔 而且剛好當天我也是去 因為我想說我順便在外面 所以我去塔羅派老師 找塔羅派老師 我還沒有開口 他已經給我答案 而且這個答案是跟 老天爺一模一樣的 跟行天公求出來是一樣的 對 所以妳驗證的 就是要朝這個方向走 真的 而且我回家之後 我眼睛都是打大的 一直在開 而且我真的發抖 然後我的老公嚇到了 她不行 她就說 拜託 妳下次不要去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過了一段時間 我還是一想起來這個事情 我還在發抖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可不易 那帕米拉聽說妳爸爸有特異功能 對 真的嗎 會抽牌嗎 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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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這種基督教的 Christian 可是他就 就是不是這種 其他的人就會看這種 就是去拜拜 還是要幹嘛 就是Black Power 還是這種的 他就是會睡覺 然後中夢 夢到 我的 他會夢一些未來的事情 夢一些 對 對 然後就有一點我在這邊 然後腺病了 快了一個月 可是都沒有跟爸爸講 還有我跟我老公也是 我老公就這個心這邊 就有一點點不舒服這種 然後每次都呼吸進去都很痛 可是我就很不太喜歡跟爸爸講 就會這樣子就比較很遠 然後他就會有一點點 怕他擾人家擔心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 就都沒有跟他講 可是有一天就打著打電話給我 他說 嗯 你還好吧 我說還好啊 他說那你有沒有生病啊 我說沒有啊 我沒有生病 我家裡都沒事 然後他說他問我老公 你老公現在上班OK嗎 他說OK啊 我們全部都OK啊 他說大家就都聽一下線 然後跟我說 你可以騙我 可是你不能騙耶穌 他就是這樣 就是跟我這樣講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就說我都沒有講話 然後他就跟我慢慢講 他說你是不是生病了嗎 我說嗯 好有 快一個月了 嗯有 你老公呢 嗯還好吧 他也是生病了 嗯有 他說你們兩個快生病了一個月 嗯有 然後我就跟他講一下 然後他跟我說以後了這個 我就先跟你講 三天以後了 你就沒事了 然後你老公呢 就差不多一個月還是左右的話 就他存的錢比較OK啦 然後他講的是真的非常 三天以後就好了 三天以後我好了 一個月之後 你先生錢就賺得比較多 對 還有他就 因為我們小時候 他就跟我講一下 他說 嗯 你長大了 因為我們兩個就一樣 我跟我妹妹 他說你長大了 你要嫁出去 不是在這邊 你就要嫁去很遠的地方 哇 跟我一樣 可是我就是很不知道 我都不相信啊 我就不相信爸爸講這種話 我相信你們都是 我相信你們都嫁過來 當然都是 對啊 好遠喔 所以小時候爸爸就跟你講 你會嫁到很遠的地方 對 你要嫁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你就會碰到了 很怪怪的東西 還是你的 你跟你老公會碰到有 就是不好的東西 可是他說的是真的 你爸爸不知道你現在在上節目 他以前就不知道 他沒夢到 以前我都開始在這邊 就第一次來這邊錄影 第一次 然後第一次之後就 差不多一個禮拜 是兩個禮拜就會播出來嘛 然後我就去回家 我接到電話 他說 咦 你有看電視嗎 你有上電視嗎 我說沒有 真的嗎 沒有 你可以騙我 不能騙耶穌 真的 我說沒有 可是他有一個小午 他就看這個CNN News 看到了 他就一直在那邊看很認真 看到我的 就看電視 然後看到我的 在電視裡面 我自己在電視裡面 對 這是我的電視 影像 影像 他那個圖案有曾經出現 所以他認為他是上電視 要不然就是在CNN裡面 怎麼 對 還有一種就可能說 因為現在在播妳的節目 真的嗎 哇 這麼厲害 對 然後他現在就 他走我妹妹 他說妹妹快點來看一下 這是姐姐嗎 妹妹來就不見了 就沒了 突然有一天爸爸在家裡 有看到 哇 因為妳的影像出現了 結果他就叫妹妹妹出來看 你也看得到 這是 我以為只有我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 這是姐姐寄回來的DVD 有 有 多久 對不對 這麼輕輕產生 當時她以為她自己可以看到 怎麼這是她也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看到 對 左右連接都看到 對 安娜 你剛剛說你也是 這是什麼意思 妳加過來這一種 那個生命的有一些有相信 有一些不相信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差不多12歲的時候 他有 大年有兩個字 兩個字是吧 對 兩個字 對 他去那個生命機給他算說 這個不能拿起來 如果拿起來以後 以後生病 他不相信我那個朋友 不能點掉 對 不能點掉 可是我那個朋友說 那麼大 寒醜 不敢 我要拿起來 去點 對 我要去點 因為我想弄 漂亮一點 對 這樣子 然後差不多兩個禮拜去拿起來 結果了 對 差不多一個月生病 現在生病很難過 那怎麼辦 又不能把字典回去 對啊 化妝化一個 現在生病很難過 生病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沒有六個月死掉了 她 真的 誰 我到我的朋友 非洲那邊 非洲 哇 對 我們去算命的時候 我們那邊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算 所以他來這裡 借我一下 你借我一下 你借我一下 我借你一下 我看過 我那個算命他這樣算 他在說你去比起來 眼睛比起來 我眼睛比起來嗎 比起來 我再比起來 但是兩個人這樣 一起摸 他說 感受氣場 這樣子 他說 他就說 安娜 他就說 安娜 他就說 以後 你要走 你要走 她說 安娜 安娜 他不說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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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切 他就說 安娜 以後 你要走很遠的路 你這樣子 一起摸 以後你要走很遠的路 你要好心 你要很美 還有 會加到很多 那個很遠的地方 這樣子 加到好像 比你年紀比較大 老公比較會年紀大 這樣子 那很準 他說 真的你會下心 會下心 會包括很多人 氣場 那這個算準 真的 在奈及利亞對不對 對 真的很準 因為我老公一樣 他比我大 大幾歲 差不多20多歲 20多年 那就是很準 又嫁很遠 對 又嫁到有好家庭 對不對 對 他的人很好 他也有愛心 來 方式看風水 來 讓克里斯妮 頭很大 這個是有鄉台灣的母婿 粉墓 對啊 對 可是對我來說 我都沒有鄉啊 所以我們兩個人有點吵架 因為有時候 我應該是沒有見 可是我說 因為風水不好 你哪 因為在巴里蘿斯 我們對 分水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來台灣 我不是第一次聽過 風水 風水 對 可是沒有想太多 所以我的老公 我很相信風水 所以我們一定要買房子 我們去看很漂亮的房間 新開的 裡面好漂亮 然後空氣很好 可是剛來的 剛來的聽吃 老公一定不要進去 我說為什麼你不要進去 你去看看就好了 不一定要買 他說我知道了 我已經不喜歡了 好了 來了就走了 去看一看 我好喜歡 老公什麼都不看 然後我們回家的時候 我說我也不要買 他說不要 拜託我真的喜歡 不要 我說什麼哭什麼 他說不要就不要 然後我說為什麼 離婚嗎 你幹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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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我這個是圖這樣子的 給我畫這樣子的 後面有山 所以我想好漂亮啊 有靠山啊 後面有山是不是 山 對 然後這邊是前面是 很大的大樓很高的 這邊要進去 這邊比較矮的 比較矮的 對 對 然後這邊是另外的 這個是房子 另外的房子 對…裡面可以小朋友玩 可以 什麼都什麼都很漂亮 就是公設不錯 可是老公說這個是 這個是有香台湾的墓碑 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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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對我來說 我都沒有香啊 所以我們兩個人有點吵架 因為有時候 我應該是沒有錢 還給我說 因為風水不好 那就把那些山移走嘛 雲工 雲工 雲山 所以你看喜歡的房子 先生說這個風水不好 他說風水不好 可是我對他說 應該是你們有錢偏我 所以你不要買 太爺 像我個人以前不怎麼相信 現在有在相信 就聽人家講說 臥室 餐廳還有洗手間 是人生產生三大快感的地方 是 然後尤其是洗手間 還能產生一些靈感 那有一次我就陪朋友去算 他請師傅 他家裡要裝潢 我就陪朋友去 我說好 那我就跟他一起去 去他都問完了 那我就跟老師請問 我說我的洗手間要怎麼改一下 那老師問完我以後就說 你的洗手間可以放兩盆盆栽 就那個黃金格 可以吸一些不好的東西這樣子 我說好 那我就買了兩盆盆栽在那裡面 對 買了兩盆黃金格 然後過了幾天 我去浴室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黃金格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了 有點枯慌 我覺得真的有吸到不好的東西嗎 它才會變呢 然後後來又過幾天 我才發現那個地板上 還有那個葉子上都有尿漬 然後我覺得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覺得那個尿漬 應該不是小朋友 應該是大人 有那個上了年紀 才會有滴滴滴的問題 因為實在是尿不乾淨 對 然後我就沒有問小孩子 我就問家裡的 家裡那個姑姑和那個大伯 我就說這是怎麼了 然後我說花怎麼無緣無故 就死掉了 後來我小朋友 我兒子就很開心這樣子 自爆朋友 媽咪我幫你教花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沒有啊 就是這個花 要用尿來教啊 這是肥料啊 然後我覺得 她竟然跟我講說 因為妹妹那個我的尿不夠 我還請妹妹來幫忙你教 那妹妹怎麼尿呢 就是妹妹花盆太高 尿的褲子上到處都是啊 她還幫妹妹換褲子 那天我還無緣無故 訓我女兒說 你怎麼那麼大還尿褲子 結果她也沒有講說哥哥抱她 結果抱到跌倒 然後尿到滿身 抱不動嘛 照理是抱的話 焦花是滿好的 然後 喂 又準 沒有了 然後後來我兒子以為我會獎勵 他會得到一些嘉獎 結果我真的有嘉獎他 那個嘉獎就不用講了 像定安妳們做生意的話 家裡風水要擺的很多東西 要一定要 對 對 行醫的 可是我以前真的誰都不信 我信自己有沒有 我都所有的都不信 然後我在國外讀書很多年嘛 然後很想有自己 擁有的很漂亮的房子 因為我們每天讀書都是 每天搬家 家計都壞掉 房子也不能隨便改 然後剛好就畢業了 都回來了 然後買一個房子 然後想弄漂亮一點的房子嘛 那我想說 我們不需要兩個房間 不是 兩個廁所 所以我想打算廁所 大房間的廁所想改衣服房 我已經差不多改好了 結果我婆婆來講說 我跟你講 房中都房中 房中把老公有外遇 房中會有外遇 對 老公會有外遇 可是誰相信那樣的話 我真的不相信 可是聽完之後啊 妳知道妳老公現在在哪裡嗎 對啊 我老婆 這個真的 好像我不信這個 可是我老公回來 我就懷疑妳去哪裡了 然後我問妳幹嘛 我不是剛才跟妳去哪裡了嗎 真的會懷疑 後來我說算了 就聽我婆婆的 然後我就訂很大的一個衣� 有沒有 然後房子變很小啦 後來我們就家具是一個一個買的 後來我就買床了 床之後就擺漂亮為主嘛 擺在這邊很漂亮 結果我婆婆又來了 所以我跟妳講啦 這個市面有量啊 不能擺床啊 會壓力很大 後來我就改一個廁所這邊 結果我婆婆又來了 我跟妳講啦 頭不能擺在廁所那邊 對 後來我又改了 結果我婆婆說 頭不能往著床那邊 封進來 頭又會送給妳 對 妳婆婆是大清耶 對 沒錯 真的 然後妳知道 一方面是已經有衣櫃啦 那妳想 妳四個房間 四個房間都不能擺床啦 妳要知道床擺在哪裡 我婆婆沒有給我一個回答 後來就說 算了 不要信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 不只我自己的房間 一樣床擺在那個樑下面 妳可以把樑坐起來 聽我把樑坐起來 他沒有不能講這樣的嘛 我哪知道嘛 反正就是要擺下去 然後那個我喜歡花盆啊 裡面有水的 然後丟一個很漂亮的石頭有沒有 我雖然很粗 可是很喜歡這種東西 然後擺很多 何必強調這一段 然後我婆婆跟她講說 水不能擺哪邊 我都忘記了 反正東西哪邊都很複雜 我都不聽喔 後來就開始一年多了之後 我自己不知道 可是人家覺得 我開始變得怪怪的 因為平時很愛講話 後來就不愛講話了 然後不想出門了 壓力超大 那是老了 然後我一個朋友看著看不下去 然後我們身邊有一個楊老師 他很厲害 他請他來幫忙看 然後他說 哇他好準喔 他說這樣怎樣 女孩子 兇得不得了啦 然後他一直怎樣 背得怎樣 他就不好意思 講太講太清楚了 不能講 後來我按照那個 那個楊老師講的房子改一改了 所以 因為 豪宅變豪宅喔 想知道電愛豪宅如何變豪宅嗎 不要走開 馬上告訴你 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 就是 一開門進來的啦 就是你看 一門開進來就是一個樹架了 被擋掉了有沒有看到 這樣好像才長風那氣 然後你知道嗎 問題是還要做這個弧度喔 然後你知道嗎 這裡有電視 我不好意思照床啦 我們都床這個 書架的後面 所以我們都是一家客廳 三個房間都不能用 變成說你們家的客廳 變成是主臥室了 對 然後你看 這個大房間白行機 然後晾衣服 太可惜了 對啊 對吧 我們家的格局好快喔 等一下 對不起 你為什麼不就脫手呢 這房子賣掉嗎 你賣掉嗎 我剛買的耶 剛買的然後 你現在賣賺錢去找一間 你適合你的住 不是 這個不重要 這個更重要 在後面 然後他說桌子 桌子擺在這邊 然後讓我坐在這邊 我老公也坐在這邊 可是這個空間很小 然後這個有一個桌子 這個有很漂亮的桌子 擺在這邊 就看不出來了 他說這個桌子要擋在這邊 擋一下這邊的氣進來的 坐在這邊的話 坐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吸到三個方面的氣 反正好氣就對了啦 我就有改喔 改之後你知道嗎 我還上電視的 還有那個 就很多評論講我看病 就所有的事情真的變得很好 然後 我不好意思講說 事業都變好了 人也變好了 事業變好了然後 最近我跟我老公 真的有差別 所以我現在非常相信 你看我房子都改了 所以我真的 這不由的不信 你不相信我 可是我沒有說 妳是楊老師的業務是不是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今天你看我們真的學到很多了 對 寧可信息我不要信息五 是 你看我們 多少 連下床姿勢 右腳 對啊 有時候還大完 大完便 還看大便的顏色跟樣子 對啊 當然啦 不然你看其他心動作 他怎麼掛掉的 對不對 是 你好傻喔 真的很敢講 很敢講耶 那個就找他就好了 好 謝謝 拜拜 快來訂閱我們耶 開啟小鈴鐺 按這邊 按這邊